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历史奇闻一事 不为人知的离奇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幽灵船的最后航行 海上无人之谜 二,冰封秘密 南极探险中的未知发现 三,时间的低语 中世纪的未解之音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幽灵船的最后航行 海上无人之谜 在海洋的深邃与浩瀚中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与传说 而其中最令人着迷的 莫过于那些神秘消失的幽灵船 今天,让我们一起 揭开这些海上无人之谜的面纱 但请记得 这可不是给胆小的水手准备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 那艘名声显赫的玛丽 塞勒斯特号 这艘船在1872年被发现时 船上的一切看似正常 餐桌上甚至还摆放着未完的食物 但船员们却人间蒸发了 有人猜测 这是外星人绑架 也有人认为是海怪作祟 但直到今天 这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这是因为船长忘了支付WiFi费用 船员们纷纷跳船寻找信号去了 再来说说飞翔荷兰人号 这艘船据说在17世纪末失踪 成为了海上幽灵船的代名词 传说中 这艘船被诅咒 永远无法抵达岸边 只能在海上漂泊 有趣的是 这艘船还经常被报告在各种海域出没 看来他比一些现代游轮还要忙碌 我猜 他的船长一定是个热爱旅行的鬼魂 不停地在用Google Maps 寻找最近的海滩 不得不提的 还有奥克兰号 这艘船在1918年神秘失踪 船上所有的人都无迹可寻 有人说 这是因为遇到了海中的时空隧道 整艘船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维度 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只能说 这些船员比我们这些还在用老式地图的人先进多了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被发现漂浮在海上 但船上一个活人也没有的现代幽灵船 这些船只的出现 让人不禁想象 也许是因为船上的人都去参加了一个秘密的海底派对 忘了回来 或者 更科学一点的解释 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新的 能让人瞬间移动到岸上的技术 无论是哪种解释 幽灵船的故事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让我们对海洋的神秘与未知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但记住 下次你在海上航行时 如果看到一艘看似无人的船 请务必检查一下 你的WiFi是否连接正常 以免无意中加入到幽灵船的行业中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封秘密 南极探险中的未知发现 在南极大陆 这个地球上最后的未被完全揭秘的边疆 探险家们不仅要面对刺骨的寒风和无尽的冰原 还有可能遇到一些冰封的秘密 这里不仅仅是企鹅的乐园和冰山的展览馆 还是一本珍贵的地球历史书 记录着地球气候 生态乃至外星生命的可能线索 一古老的微生物和病毒 想象一下 你正在南极冰层下钻探 突然钻头带上来一些古老的冰和样本 这些冰和不仅仅是冰 它们是封存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胶囊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冰层中竟然封存着古老的微生物和病毒 它们在冰中睡眠了无数年 这不禁让人想象 如果这些古老的生物被重新唤醒 会不会像科幻电影中那样 引发一场生物灾难 当然 这更多的是科幻情节 实际上 科学家对这些古老生命形式的研究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适应性和演化历程 二 气候变化的直观证据 南极的冰层就像是地球的气候日记 通过分析冰河中的气泡 科学家可以追溯过去的气候变化 这些冰河记录了过去数十万年的气候信息 包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这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否认的证据 证明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这些冰层就像是自然界的 以为严厉的历史老师 提醒我们要对环境负责 否则后果自负 三 寻找外星生命的线索 南极的极端环境 为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地球以外生命 可能存在的条件的绝佳实验室 在南极的冰夏湖中 科学家发现了一些极端微生物 它们能在没有阳光 极低温度和高压的环境下生存 这些发现让科学家 对在火星等其他星球上 发现生命抱有希望 如果在地球上这样极端的环境 都能孕育生命 那么宇宙的其他角落 是否也有生命存在呢 四 隐藏的山脉和湖泊 南极不仅仅是一片连绵的冰原 它下面隐藏着整个山脉和湖泊 这些被冰封的地貌结构 对于科学家来说 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这些隐藏的地貌 不仅对理解地球的地质历史 至关重要 还可能是未来人类 在南极探险和科研活动的 关键资源 结语 南极 这个地球上最后的未知领域 仍然充满着惊喜和挑战 每一次探险 都可能揭开一个新的秘密 让我们对这个星球 甚至是宇宙 有更深的理解 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着冰淇淋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那些在南极冒险的科学家们 他们可能正在发现 改变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冰封秘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间的低语 中世纪的未解之音 在中世纪的欧洲 时间不仅是钟楼上 滴答作响的指针 更是一段段未解之音的低语 想象一下 如果时间能说话 它会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穿越回那个被谜团 传说和偶尔一些荒诞不惊的 历史事件包围的时代 首先 我们得谈谈中世纪的音乐 在那个没有Spotify和YouTube的年代 人们如何找到他们的播放列表呢 答案是 教堂 是的 你没听错 中世纪的教堂不仅是祈祷的地方 也是当时最热门的音乐现场 但别想着 能在那里听到任何摇滚或流行乐 中世纪的榜单上 全是圣歌 这些圣歌的旋律简单而庄严 但别小看它们 有些旋律如此动听 以至于能让你感觉自己几乎要升天了 然而 中世纪的音乐不仅仅局限于教堂 想象一下 你走在中世纪的市场上 耳边响起的不是现代的车笛声 而是各种小贩的吆喝声 手工艺人敲打工具的声音 还有那些流浪艺人演奏的曲调 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首中世纪的城市交响曲 不过 中世纪的音乐和声音远不止这些 还有那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声音 比如说 骑士河龙的战斗声 或是深夜森林中精灵的歌声 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这些声音的真实性 但它们无意为中世纪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最有趣的是 中世纪人对声音的理解 和我们今天大不相同 他们相信某些声音有魔法般的力量 能够治病或带来好运 想象一下 如果你生病了 医生给你的处方不是药物 而是让你去听特定的旋律 总之 中世纪的未解之音 是一个充满神秘 幽默和惊奇的世界 虽然我们无法亲耳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 但通过历史的低语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生活 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韵律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终声响起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可能是时间再向你低语 讲述着中世纪的一段未解之谜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海上无人之谜 南极探险中的未知发现 以及中世纪的未解之音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神秘和惊奇 让我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力 在海上 幽灵船的故事 让我们猜测各种可能性 从外星人绑架到海外作祟 再到船员们 跳船找WiFi信号 在南极 我们发现了古老的微生物和病毒 气候变化的证据 以及可能存在外星生命的线索 而中世纪的音乐和声音 让我们感受到了 那个时代的神秘和韵律 这些故事 都是我们对世界的探索和发现 让我们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力 无论是海洋 南极 还是中世纪 每个时代都有它们独特的谜团和故事 让我们继续保持好奇心 继续探索未知 因为无论是在现实世界 还是六度世界 未解之谜永远存在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猜测或发现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观点赞 订阅我们토易订阅